詞曲 《 司令部門》 詞 《 事務部門》 今日朋友來講一個新的話題 也很熱門的話題就是《施政暴露》 今早本就特首林鄭英娥 分別了新一份《施政暴露》 當中都有一些關於房屋政策的內容 今天我們公共聯會和大家點評一下這個報告的內容 有我們主席林宇明 還有我們副主席林宇明 我們也有公共聯會 通過少許個問題 不如先兩位說一下對於這個報告裡面會不會滿意 有沒有打個分數好嗎 大家都很關心林鄭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我們作為公共聯會 我自己當然對公園房屋這方面比較關注 一個是陸自居有4800個單位 好像在火炭100年就會出售 這個也符合它競選時間的口號 我們公共聯會都提倡要優化陸自居 這方面我覺得它是有實踐的 當然在首置方面的提法 或者是居居定價這方面 就似乎沒有什麼去提及 這個總體來說我覺得它是積極的 但是也不是無懈可擊 而且有些地方我們國內公共聯會還要跟進 所以我給它是70分一 林鄭不知你又怎樣看法 是的 文先生 我覺得這份施政報告就住房屋的部分 我也同意文先生 70分 因為雖然是回應了我們就住陸自居行償化方面的訴求 但是其實很多我們提出的一些要求或者建議 其實可能在這次裏面都未提到 剛才文先生提到的包括定價上的檢討 即是居屋定價檢討 另外當然我們提出一個最重點的項目 就是我們希望恢復租資計劃 即是出售居居屋 這些位置上其實在這次的施政報告都是迴避了 雖然陸自居行償化可以幫到更多公公屋的居民 可以自賭嫌 但是似乎是不是他們最優先的選項呢 我覺得就乘以問 不過從供應量上我覺得其實都有一些可惜或是遺憾 因為其實到現在為止他們就延長策的目標 連一年會連興建二萬個公屋出租單位都達不到 未來那幾團員的數字還會小一點 有萬三萬元到萬五元左右 這個有四千多個四千八個蛋位成為出售公屋的股居 我怕它會不會影響到輪流上 阿焦你又怎樣看 我想我對這個報告我自己都跟有一支參與公屋 經驗的分數都是合格的 就是參與公屋 都有部分會議都是互聯的意見的 包括出售公屋 在白居二這個我們以前也提過 就是希望為何要支持呢 就是多一個機會給一些所謂白居的市民 除了抽一些新的居屋之外 有一個機會可以買一些二手的居屋 那現在當然我們希望更加多關注的就是所謂低收入家庭的事 所以特首就這次報告 叫做是回應他自己的承諾 競選承諾就是重建市業階梯 對於低收入家庭的居居居的問題 都有障密 但我覺得障密是不在床 兩位我覺得是同意的 那我就有什麼看法了 兩位 我們再講一下 我就覺得那個置業批街 就在置業方面 但是樓價公企呢 雙眼招待下似乎有些起色 但是都似乎有樓價的反覆都大 現在平均都過了1.5萬呎 這個問題是要你摸一下基層 就算是所謂專業 所謂中產業都比較困難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我們更關心的就是基層住屋 現在排隊都排到4.7 二十多萬戶 這樣你再拖下去 這個隊主要是越來越爬主要是供應量不足 這個就是我自己認為在房屋政策上 其實對公屋政策上是有多大的缺點 因為有時候報告可能不知道什麼長冊有目標 定了四萬六 即十年四萬六萬 所以也沒什麼好再講了 但我覺得看回前幾天左右 房屋會有一個數字 2021年公認的數字的目標都達不到標 其實這幾年都在長冊的頭口五年都達不到標 那我相信這個是更加多市民在關心 現在政府 我三年上樓的目標什麼時候可以呢 我們都追過特首的 不過我每個人都沒有看 會不會有些措施幫助一些 即輪流到太長時間的居民呢 有承諾你幾年左右就真的可以 即超過了成五六年都可以上樓 那些是否可以快一步又上樓呢 那這些似乎好像有不確有 因為其實今次裡面 剛才阿招你提到的那個位置 就是特別有些障礙就是一些叫做基層的朋友 他們的住屋需要 那就是現在在裡面的障礙就是說 風下是可以免保地價去改裝成為這個過月城房屋 或者之前大家都吹風吹了很久了 就是那個在土地 閒置土地上面建一些預製造型的房屋 其實重點是這些只不過是過渡性措施 這次似乎大家都是把這些過渡性措施 看得太重 其實重點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真的要建多些公屋 不然這些在排隊等著 現在三年半上不到 現在講4.7年才上樓的 這一班朋友是盡快以公營房屋 出租公屋的方法去讓他們上樓 才是一個更加直接更加正確的一個方向 那我就個人這樣看 所以房署也不是未試過把公下改建成為絕鑽 但是似乎我自己所知道 就不是那麼受歡迎的 即是這一種 即是台灣、華夏村 很多街坊拿到都不要的 即是很多原因 那是不是真的有一個誘因 可以真的把公下免保地價改裝成為高度式房屋 是吸引到一些即是基層的朋友 不放棄劏房 他搬上那裏煮 那我有誠意 所以剛才提到的 一個將陸自居平常化我們贊成 但是他第一次 就將現在已經在建的一個 4,000多個單位的房屋 改了 直接將那個公屋的單位 即是供應 減少了4,000多貨 其實這個位置我就覺得是可以再 即是有些進步的 包括可能新增一塊土地 新建一個地方就做陸自居行常化 就相比減少了我們公屋的單位就很多 我就認為陸自居行常化 我們支持 不是我們公屋的態度 但是他帶出來的一些其他問題 我們不能不重視 首先就是減少了出租單位的供應 對那個輪流差 那些負面的作用 這個是一個我們不想看到的 但是剛才說過度性房屋 我就覺得必須的問題 因為你其實是土地供應 各方面都比較長時間 過度性房屋那個政策的措施 是有需要的 但是反而是 剛才你提到的很好的 我也同意說 公廈轉為一個出租的房 前面有一個不好的經驗 那些需要急收了 不是你搞錯了 沒有人去 那你怎麼搞呢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都要在過往一些不好的經驗上 改進下 希望會推出到一些過度性房 而且比如說有些閒置的 一些校舍 一些早屋 我們公屋寮會提到 過到一天叫做早建屋 那種 其實是可以想的 為甚麼都不 因為這方面不想 我想都要花點工夫去想想它 我想過度性房屋的改建工廈 其實我記得以前發展局 都有討論過 最後是不理了知 現在提出來 我相信可以一個方向去研究 如果真是可行的話 都能夠幫得到一些 特別是輪行更長的時間 一些輪行刷的申請者 我希望在過度性房屋裡面 政府除了講太多之外 這方面租住單位 應該要在餘下的時間 應該多些去涉及 這樣可以 因為始終過度性房屋 這個位置真是 那個名字 即是說屋預期是過度性的 它不是一個長久的 是一個應該存在的政策 所以其實 落實了過度性房屋的政策之後 其實重點應該是 我用過度性房屋 爭取到時間 然後怎樣去加大出租公屋的供應量 盡快在過度性房屋的期限裏面 消化了輪候上樓的那條袋 這個才是要看到的那個大方向 民國這個觀點 我絕對同意 其實過度性房屋 無非是為政府 多些時間去發展多些土地 因為現在土地難搞 你一樣都拉不拉鬼了 所以拿多的時間 過度性房屋真的是拿時間 更重要是發展土地 更重要的就是排除馬難 政府林鄭克 排除馬難要有土地供應多了 同時在公屋供應上面 還是要下決室公屋多些 這樣才是解決辦法 我們有些道具 有兩個白居爾和木子居 都同意的 這個聲音 林鄭克 這次在公屋裏面 我們希望 特別在土地方面 你沒有麵包 即是沒有麵粉 為何要麵包 甚至不要說 我們說這麼多的 房屋政策的最高關鍵 就是你沒有地 就甚麼都做不夠了 希望除了房屋之外 土地都是政府能夠 或者尊重委員會 都要在餘下時間 都幫幫忙 要做18個月 就不奇怪了 我想都要很加點 去想盡辦法 叫做諮詢 對 包包出去 社會諮詢 所以要盡快想多些計劃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麼多 好 師傅報告 都有很多社會會再討論下去 我們都繼續去關注 好嗎 好 拜拜 好